你要是说没有的话 我觉得这是假的 今天采访吧 是说一些内心想说的话 拥有雕塑般的完美身材 欧莱雅值得一问 下篇 Action 第一个问题 在演艺界 年龄常常被视为敏感话题 你是否会有年龄焦虑 你要是说没有的话 我觉得这是假的 为什么呢 这个吧 人嘛 对吧 都有颗爱美之心 但是呢 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吧 就是到了适合的年龄段 就应该做适合的事情 第二个问题 三十岁之后 你对自我内心的认知 会发生一些变化吗 我觉得吧 它不是一个阶段性的认知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它是随时间增长 然后呢 自己的这个心智啊 还是各方面 它都是一个 一个很平缓的 这么一个趋势的 然后 会变得更加成熟 你包括思考事情啊 或者处理一些非常紧急的事情 越来越多中国演员来到盖纳 参与这场国际性的电影盛会 看到这么多中国面孔 感受如何 实际上非常开心吧 因为这个越来越多的咱们 中国朋友啊 参与到盖纳 然后我也看到 社交媒体上很多 咱们中国的一些艺人 导演 各方面的同行来到盖纳 很开心吧 因为我觉得让大家看到咱们中国的影响力 对 这很重要 下一个 这个在挑选角色的时候最看重什么 首先这个角色得打动我 或者是这个故事得打动我 因为演员嘛都是为角色服务的 然后一个故事能让大家产生共情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回看自己之前拍过的一些戏 很多时候都是带着遗憾的 因为随着自己的阅历的丰富 然后呢 人生的成熟 变得成熟之后 你就会回看自己以前 还是表演还是有些青涩有的时候 现在让我去会演得更好 但没办法表演 它就是这样的艺术 好 下个问题 你目前最想对粉丝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今天采访吧 就说一些内心想说的话 我一直都说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 我觉得就像粉丝一直对我说的那句话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因为能够围绕在身边影响人 你比如说喜欢我的粉丝 都会觉得很多时候就是 因为我很快乐很多时候 能感染到他们 我觉得因为大家工作 包括生活压力都很大 然后我觉得能把这份快乐带给大家 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 存在最大的意义 让大家在工作或者紧张的生活当中 能够看到我开心一笑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希望我未来也能给大家带来快乐 然后也让我更多的作品 让大家记住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演示 你曾经在采访中说 自己不是天赋型的演员 那在前进的过程中 你是如何不断突破自我的 演员就是要感受多面的生活 多面的人生 我觉得人生阅历到了 积累到了 就会对自己在表演上 或者工作中有所收获 所以我最近很爱看一些纪录片 记录一些非常平常人的生活 包括讲述红店演员的 红店群演的一些纪录片 还有各方面的一些 就是平常人生活的一些纪录片 我觉得这东西会给演员一些灵感 以后如果有类似的角色 可以从中学习 借鉴一些他们的生活的状态 我觉得这就是演员的成长 很多粉丝都说 你活得很通透 可爱 能不能不要用可爱这个词 称你为快乐打工人 你是如何看待这个评价 活得通透 可爱 这个词 就说你看你怎么去定性吧 我觉得挺好的 你想怎么想我都行 我现在可能跟我 前几年的状态 我觉得现在就是 就更加放松 因为有的时候吧 就是跟你演员 或者是从事公众人物 娱乐行业 我觉得这都是一样的 镜头前 保持一种 很放松的状态 这个状态我觉得是最迷人 粉丝说你拥有 雕塑般的完美身材 这样评价会给你带来压力吗 夸我的时候 会让我更卷 我自制力 不能说是非常强 就是也算是很强的那种 就比如说现在 这出差可能有十天了 就说我不练 我就难受 我觉得这不是压力吧 这反而是 敦促我的一种动力 好 下个问题 分别用三个词 来形容一下工作 和生活中的你 就是我觉得吧 工作 我卷 工作就是卷 挺卷 我们包括工作室 都很卷 其实大家也很努力 然后还再来一个词 就是 其实还是卷 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吧 就说我想说 跟大家分享 比如说你们工作 就自己开心就行 不要学我 就是做自己最重要 好 下个问题 从出道到现在 在这个行业里 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我把自己最好的状态 呈现给大家 然后让喜欢我的人 出去沟通 或者交流 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或者是不跌份儿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屏幕前 要保持最好的状态 好的 欧莱雅 这个值得一问 结束了 非常开心 跟大家聊得很开心 我自己在这自言自语 希望下一次 能跟大家再多多分享 下次的心得体会 也希望下次能带着作品来 这是最重要的 再说吧 这回事再说 未来吧 未来肯定有机会的 好的 拜拜